大家好,欢迎来到BBT解说三国沙 今天继续跟大家谈谈这个装身问的问题 给我发装身问录像的观众是越来越多,而且非常的多 也感谢这些观众 给我发录像大概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装的确实很不错 在合适的时候选择了装身问,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这种录像我肯定会做,很不错 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存在一些争议 就是到底装身问该不该装 收益到底好不好,是有一定争议的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这样的录像我也是比较希望做一下 拿出来跟大家共同交流一下 还有一种录像就是不该装 然后你装了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纯属瞎包碰死刀的,可能碰上这个别人不会玩 或者是,或者是就是真是纯属巧合 这种这种局啊,我不太不太不太会做啊 真的是不太会做 还有一种就是,就是你根本就不应该装 只不过你就赢了,但是你就是不应该装 这种我想我也不做 我第一种我肯定要做,还有第二种的话 我现在希望就是把第二种尽量的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 谈谈我的看法 就是更好的让这个装身份能在最合适的时机让大家用出来 而不要是说你为了装什么而去装,然后就去各种无脑装啊这种,是吧 嗯,主要是这这这种情况 能多跟大家交流一下我的心得 然后给大家带来两盘这个观众发布录像吧 共同交流一下 嗯,然后的话 看录像 这话不多说 这个,首先反正 这个布链诗现在都开始进了 嗯 这位玩家叫风影萌 二区的玩家 曹操主公 这里面六个选将选哪个 很简单 除了卧龙以外,剩下五个选哪个都可以,都没有问题 就比如打分的话 卧龙不及格,剩下的我一个武将在我看来都可以打到八十分 你选哪个都可以 也就是说选将你可以按自己喜好,但是你不能坑别人 比如说你选卧龙,你说我就喜欢卧龙,我就选卧龙,那你就坑别人了 但是剩下五个你比如说,比如说我就喜欢诸葛克,我就喜欢观评,或者我就喜欢点位,那你这样选你没问题,你选哪个都无所谓,对吧 就这个道理,剩下五个就随便选,那五个你吃饭呢,选哪个都行 都不坑了 他选了观评,可能考虑到主攻的吸杀能力比较强,吸的杀比较多 配合主攻的人肉AK啊 看一下这个选将啊,曹操主攻确实非常罕见啊 从武将上看起来的话,这个远位下欧巴比较像忠臣或者内奸 邓爱和郭怀这两个28位,反正要么就是顿边反,要么就是这个中内,要么就是内奸,大概这个样子 就是至于这左辞王毅香香的话,都不太好说,都有远位嘛,都不太好说 看一下啊,实际的比赛过程 啊,好啊,邓爱跳中 那这个时候第一轮不要瞎动啊,不要瞎放难门 第一轮怎么办,装身份 你就,也谈不上装身份,就跳摸摸身份 对了,这排引力特别多啊,大家看就行了 对,你这个杀一刀邓爱怎么说呢,就是跳一个摸摸身份 后面反贼肯定不会打你 你这个也谈不上跳反,对吧,也谈不上跳中 你反正你就杀了邓爱嘛,对吧 先不要着急,先虚报一会儿,看一下情况 这个没有问题 看一下这个下欧巴,那后面反贼的话,他肯定 反贼他肯定不会打你,你自己是忠臣,后面最多还有一个忠臣 你不用怕,对吧,反贼他肯定 就是他肯定不会去盲目打你,因为你这个身份跳得非常的模糊 一个火宫怎么就还打出武器来了 火宫没什么可打武器的 下欧巴跳反,下欧巴跳反你铁锁怎么不用啊 香香也去火宫灯爱,然后弃杀 香香也跳反 对吧 然后这个王毅也跳反 一顿顺狗斯 然后乐了一下郭怀 他是蜀人头反贼够了呗 然后决斗灯爱 主攻表是不许决斗我的好忠臣 这个灯爱啊 有杀有闪有无限 防御无敌啊,然后困了个红桃田 看看祖辞 祖辞有列宫,他没去杀邓爱 杀了这个贝勒的郭怀 这是挑的什么身份 这是挑什么身份,很诡异啊 不过在我看来他肯定是反贼 他肯定也是数人头数够了 看起来郭怀是忠臣 现在还不好说啊 先不标身份 先看一下 主攻没有傲然行动 灯爱的话也没有帮人行动 这个时候就可以跳回身份来了 已经大概知道场上形势了 就杀这个香香 可以浓云一下 然后把两个EOE放出去 我这牌的话,引力非常多 捅一刀 这个开了 这个南蛮就开着就可以了 不用再装了 看能不能收到香香 天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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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爸表示这里 这里 天 他说还 我这是个假小桥啊 有天香无红颜 一学A就可以了 总之说忘记红颜了 你只能化身天香 你没有红颜 然后的话 现在明确跳过反队 就是做过反队动作的 就是夏豪爸 江香 还有王毅 左辞的话 就是 杀到贝勒的郭怀 郭怀是贝勒了 那就没干嘛 好 这个把主攻也乐了 这个是个反队啊 也去杀郭怀 好 杀吧 因为 就是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去杀郭怀 这个 关平不是终神的身份已经跳过来了吗 你为什么还跑去杀郭怀 然后还咆哮去杀 郭怀表示走你 小心 小心加咆哮 看看香香吧 看香香结音室 好 香香继续睡反的 香香还是跳法 那王毅呢 这个现在还少一个忠臣啊 不知道是谁 王毅也去杀郭怀 看郭怀是什么 郭怀表示为什么都杀我 刚才表示 不行 不能死 你还不能死 救了一下 王毅的动作基本也是反的呀 看有没有去顺距离 还给了香香牌 王毅跳的也是非常明确的吧 那给他看看左思吧 左思去搞郭怀 那左思郭怀里 到底谁是忠臣啊 不知道 郭怀背兵 看看郭怀有没有什么排除啊 借刀杀下猴霸 好 跳有一个比较像忠臣的动作啊 武器没有挂啊 武器可以挂啊 不对 武器是后来啊 武器不对 武器是那个 武器是他借过来的 然后曹曹开始放AOE 还是清掌 这帮可逗 这帮特别逗啊 这帮人 找不着 找不着内了 然后邓爱说 你上面那个 找不着内奸了 大家猜猜谁是内奸啊 真的 大家猜猜谁是内奸啊 因为走势角是忠臣嘛 对吧 邓爱也跳得非常忠 谁是内奸 找不到内奸了 反正不管什么 都给你们放死得了 反正忠臣都已经齐了 主动还给郭海打了一下 武器 表示我必须得把第二个南蛮放出来 再说 把第二个南蛮放出来 然后我就算裸温了 就裸温吧 香香 香香秋陶 邓爱老师 观屏杀不下 挺好的 原来内奸在这儿啊 这个影历 真是很多啊 其实香香装身份 也是没问题的 他一个内奸 就是他看前面 跳两个反雷 观屏反正也挺模糊的 他这个跳反雷动作 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他在反雷堆里 而且他火攻邓爱 他也没拍对不对 香香装身份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这个东西啊 就是 由于这个中内啊 都装身份 导致反贼大灭牛乌龙 这个郭怀就完全被坑进去了 那郭怀肯定是反贼的呗 内奸已经找到了 不用想了 郭怀脱脱了反贼 不用救了 郭怀被反贼 郭怀就是 就没出牌啊 被夏侯霸王毅夺辞 乱刀砍死啊 然后他们开始怪香香 你怪香香 香香打的本来就没问题 他内奸 他肯定要装身份 他在反贼堆里 他不装身份 他作死呢 而且他去打邓爱 也没有问题 内奸打邓爱 忠臣 怎么了 如果是我可以拍下去 就拍下去 邓爱都没有问题 邓爱忠臣的话 你内奸 果公拍邓爱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拍下去都没有问题 这个是马航三七零在哪 这盘应该是内奸在哪 哎呦 被大象活活踩死了 怎么说 这盘 说一下吧 就是 还是反贼打的有问题 首先 官平这个上来身份 跳的本来就很模糊 你不能说他是中 你可以不动他 你可以 就是认为官平是个反 但你绝对不能说 一定认为官平是反 因为官平上来动作非常模糊 另外的话 香香装身份 也他自己装身份 对于他来说 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反贼呢 就是 由于碰到双只装身份了 这个真没办法 你双装身份 怎么数反贼 人头都够 怎么越数越够 就过法就成了 刀下冤魂了 然后再看一局吧 这局比较乱 咱们看看这局到底谁打的有问题 这局就是孙策局 孙策局是 反贼如果一旦打不好 就自己把自己打崩了 孙策主供 三号位忠臣 这里面比较好的选将 袁绍寻优都可以 袁绍的话 你就 就没法装身份了 袁绍你只能说 因为你没法装 你这武将选出来 就是忠臣 你就只能上来开稿 选袁绍可以 因为前志位 要后志位的话 就不要选袁绍了 寻优的话 没有身份形象 寻优的话 在孙策局可中可反 当中可以开OE 当反可以开桃园 尤其是后志位 你当反可以开桃园 限制孙策觉醒 当中可以开AOE 帮 神策觉醒 这个寻优到无所谓 袁绍的话 你选了 就直接开射 看下选将 袁绍的江维 不要给忠臣 张和 有人还问问 三大杀不仇人 是孙策 张和张聊鲁肃 然后 江维是忠 主之脚是忠臣 还有一个忠臣 还有一个忠臣 香香 给孙策当忠臣 其实也是蛮不好的 二号位你要是非选当中谁 你二号位选啊 就只能装身边 只有这一条路 没有别的路 你跳出来啊 就被乱过拍死 就只有这一条路 至于袁绍不练师 佐词就没有 没有什么倾向了 就是什么都可以的 这局的话 我觉得 主持练可以把 水搅浑是最好的 因为这局的话 反对除了一个张和 其他身份倾向性 不是很明 看一下 香香啊 香香上来 直接酒黑杀 孙策 因为孙策局啊 就存在很多很多问题 我讲的细点 这种动作啊 这种酒黑杀孙策 然后这孙策还傻的 我就不多谈了 这是百分之百 不应该傻的 你不傻 掉到三雪 回头换马尔忠臣 就能帮你觉醒了 你这傻的 我只能说 喝喝 他闪了 我不多谈傻 属于不会玩 香香 酒黑杀孙策 如果是 在一个比较会玩的局的话 大家都会玩的情况下 都会打孙策局 这属于跳钟 但是 如果说在路人局 或者说 经常这个环境里 大家都不太会打孙策局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跳反的动作 就是 不然的话 你不要久杀 你要是真讲表身份 你可以普通杀一下 好 群优的话 这会不要去跳名 不要去跳那个名中 你就 就是 就随便顺下降一下 也不要顺香香 把这个身份跳得非常模糊 越模糊越好 然后看一下元树跳什么 真吧 元树也没有去顺群优 去顺张和 嗯 我觉得吧 你要是元树是反贼的话 你不要去顺张和 张和啊 在侦策局啊 真的是 很明法 然后他也去杀孙策 这孙策闪什么闪 一九杀 一杀还闪 天哪 不然的话 大好觉醒机会 就是要闪 元树也不知道跳什么 也莫名其妙 这张和 去偷布链师和寻幼 我这么说吧 你张和啊 你是反贼 你就算看出来寻幼是忠臣 或者和布链师两人都是忠臣 你也不要去这么偷 一定要偷主 主公再是白板 一定要去偷他 张和这个时候最优的 如果他是反贼啊 最优的 偷牌坊 晚上偷谁啊 偷孙策和姜维 你把身份跳得非常清楚 你不要去这么偷 你这么偷啊 我说实在的 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就导致 绝对是会导致 最偶反雷乌龙 你这么偷 你第一不偷主 第二不偷元主的姜维 你这么偷 是什么意思 反正在我看来 你这么偷就是跳中 你要不 要不你就那什么 要不你就真是忠臣 对吧 那咱们接着看 反正他这个偷的 如果是反对 我觉得偷的非常的错 非常的错误 姜维去挑衅 原术 他也是觉得张和 没有去偷主 就是去挑衅 原术 原术就是因为 也跳得比较反 其实在我看来啊 这个姜维 原术跳的都是 非常嬷嬷 真的 不练师 跳了一个最最明反的动作 把主攻的牌撸走 这是不练师 是这个反 得是坐定了 对 这位玩家叫轻薄的假象 注意对这个 我发录像 玩家尊重 还是尽量把 大家的ID都说一下 这个 不练师这个动作 肯定是跳法 对不对 没有问题 把主攻牌撸走了 但他也没看懂谁是忠神 谁是反贼 所以说你看 现在你张和如果是反贼 你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咱们现在不知道是什么身份 我现在 就是 咱们先看一圈下来以后 我给大家看 我眼里看到的身份 张维也先不飙 之前都不飙 看看 左思 跳什么身份 左思霸腾甲 好 左思红沙孙色 这一圈下来以后 在我看来 主词是一个比较偏中内的身份 不然他不会红沙孙色 不脸师跳得非常反的 动作 这个像香香 圆树张和 在我看来都是跳得非常非常 不明不清不楚的动作 好 这有兵 这有兵的不脸师 那就这个妥妥是终神了 其实 其实现在看起来 就这样 因为左思跳非常轻入忠诚 这个江维的位置 包括他动作 也基本是忠诚 主食脚是忠诚 其他都是反贼 在我看来 这几个反贼打的全都 不是 除了不脸师以外 这几个反贼打的全都有问题 香香上来 不要九杀孙色 你就 你如果说 就是你们的习惯是 不弃杀 你就普通杀一刀就可以 你不要去九杀 你可以想象一下 九杀 这孙色表里不杀 元素又在统一刀 回头这个破码 左思统一刀 顺客绝醒了 就随随便便就绝醒了 轻松绝醒了 不要这么打 在我看来 就是打得很有问题 然后咱们接着看 看看香香 你看 这个张和啊 打的就问题非常大 导致反贼乌龙 孙色主攻局 特别怕反贼乌龙 特别特别怕反贼乌龙 这个时候好了 你寻忧知道身份了 就 就你张和跳不清楚 寻忧就正好坑你嘛 我 我拆你 我弃牌 你元素绝对去打张和 元素数人头 反贼够了 而且你张和跳的就是忠诚 你不偷拙 不偷将位 你这回 你这回把 你这回把身份跳过来吧 跳过来 你就被打成这个 这个样 嗯 你还看不出来 谁是什么身份 哎我天 我的天哪 啊 我知道吧 他是他招姜维打的 他是 我知道 但是 但是你这么打 你只能更加陷入 那个 尴尬的境地啊 然后给香香装个藤甲 香香也 给直接被童子了 还有个桃啊 看看不练师 不练师 兵 天堕 哎呀 不要卢佐兹 卢主公去 为什么不卢主公呢 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说 卢素张和张辽 是孙策三大 杀不仇人 就是因为要限制孙策的手牌 不限制孙策的血量 但是孙策的手牌 是必须必须要限制的 不要当他是白板 就不限制他手牌 不限制他手牌 是非常要错误的 我以前 不在讲 这个时候 左辞如果是内奸的话 就不要去 再打反贼了 反贼就已经 马上就崩了 不过 不过我估计啊 他也没看出 巡邮装身份了 他估计也是以为 张和是忠臣的 这个时候可以开稿了 开稿了 收张和了 开稿 孙策还给打无限 打吧 打了也是收 这还有个贴索 正好连起来 掉血就行了 还能卖一张牌 顺手很好 顺顺顺顺手牌 全连起来 反贼 全收 反贼傻眼了吧 反贼啊 就怕乱 其实这盘这个降面啊 本来反贼有一个核心 就是张和 如果张和身份跳清楚 反贼围绕着张和 稳稳的打 反贼根本 根本就不会崩盘 而对于忠臣来说 在孙策局 像这种情况啊 就是 就是跳模糊身份 你反贼乱吧 那你自己去乱 乱完就崩盘了 内烟根本空不住了 元素上来 也不应该去顺张和 哎呀 我天张和 你顺张和这个动作 很不友好 当然张和自己打的也有问题 主视角啊 就是把浑水 搅乱 这个就就可以 这个主攻啊 不敢卖 哎 孙策主 操体主 不敢卖血 真的没 真的不说什么 你不敢卖血 你就玩孙权主吧 孙权主 不用不用卖血 会和内还强大 对不对 大家反思一下吧 孙策主 公局啊 就是忠臣把浑水搅浑 反贼呢 反贼要稳稳的打 不要让忠臣 这个捡了便宜 这个捡了便宜 就是这样 然后那个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